跟大家說昨晚那場英超獨腳戲 車路士主場對修咸頓 車路士贏了4比2之後 聯賽榜又領跑7分 要看看今晚熱刺 究竟可不可以把分數拉回4分 車路士今天的陣容出回夏薩特和戈斯 大家都知道捉總盃四強的時候 他們比干地雪了大概半場有多 但及後亦都有上陣 那今場球出回的精神面貌就很不同了 哥斯拉明顯 明顯看來面壁思過緣好很多 今天他就沒有鬧情緒 也都在精神面貌上是正面了 他做的很多事都是想幫球隊 也都是想跟隊友合作 做支點來說是有做到的 有幾十做不到 都是技術上的問題 也並非是情緒的問題 那這方面來說 哥斯拉走回正軌 對球隊當然是有幫助 第一個入球來說 車路士其實也入了今年 他們叫做經典常常會發生的入球方法 當然就是縮矮仔 又反過來打對手的身後 踢一些快速的反擊上去 今天出了費比加斯 要讚一讚 費比加斯的連結是做得很不錯的 結果交了一個很長的地球直線上去 其實也是車路士今年 已經慣常會做的一些套路 上去之後 其實接應的是哥斯拉 哥斯拉衝到底線接應了波 你見到其實他落到底線的附近位置之後 他停下了波 停下了波 利用這個時間去換取這個夏薩特 進入角色的空間 他一邊等一邊等一邊等 等這個夏薩特由左邊一邊切 切過來近處接應一個禁區頂的傳送 再去繼而射入 跟入曼城那頭波是一模一樣的 結果其實你會見到這頭波 哥斯拉是做得很不錯的 他是有跟隊友合作的 也都沒有強行去的 那就要待一待夏薩特了 你留意一下 禁區裏面其實只有兩個男衣 其餘的都是紅白矽間 但是紅白矽間即使有六個都是這樣說 兩個男衣就搞定你 很多時候都是我說的那句 其實如果進攻的球員 是做得臨力盡致 你多少防守球員有時候 都是沒有辦法的 尤其是這球是完全沒有什麼浪費時間 夏薩特基本上是第一時間射 很難調整過來的 很難怪這個後防球員 不過如果雞蛋裡面挑骨頭 就可以講一講 其實這球波夏薩特 其實是由這個左邊 是塞進去禁區頂射球的 其實這個入球的方法 跟詹斯洛迪古斯入巴塞那球 跟列貝利入多蒙特那球 其實都很類似的 就是其實在右邊那邊 在比較遠一點的 對面的位置 所以一直是切進去 就是去回 這個是拿球球員的近處位那裡 其實有很多球員 都不太懂得做這件事的 真的的確 整體意識和閱讀球賽能力 是足夠的球員 才會做到這件事的 對於防守球員來講 是大忌來的 譬如你是一個右閘 這個球我當是一個右閘 那你見到夏薩特一路 打橫咳去近處 你都不知道跟不跟好的 你跟呢 你又會怕那個馬古阿朗素 會在你那個位那裡插進去 結果呢 就令到你那個位置上面 這個馬古阿朗素就全空了 那你也不希望 你負責那個位置全空了 所以其實你不跟 有機會 如果你不跟的話 那些中堅其實是看著哥斯拉的 那所以其實呢 夏薩特怎麼走都好 都是在那些中堅的盲眼位那裡 那這個時候其實也都需要 那些防守的中場是去跟的 那其實都挺遠的 那所以其實這一球球呢 如果作為右閘 可能真的負責跟會好些些 尤其是馬古阿朗素這球球呢 是沒有上到來 那因為你紅白矽間是人多 那所以那個右閘應該要跟 那其實這些呢 講到尾呢 都是很難守的 那雞蛋裡面挑骨頭呢 才講到其實是個右閘需要跟 那所以這些球呢 沒辦法了 不如讚回 就是車路士做得好 那結果呢 其實為什麼會有車路士的第一個入球呢 很大的理由其實就是 那三十五頓金場球呢 就是處理了一個是 防守方法 就是高位迫搶 那我明白坊間其實有很多人呢 是對高位迫搶是有高度的讚揚的 由於因為高位迫搶其實是一種很 體力化的防守方法 那你在人性的角度看 你會覺得那些球員呢 是很大的付出 很大的努力 很大的自我犧牲呢 是實現球隊的勝利 那所以呢 正常來說 很多人都會是高舉這個是 高位迫搶的這種防守方法的 那這個我是理解的 那但是大家其實呢 也都要話須說回頭的 究竟啊 這個高位迫搶的方法 是不是真是一個寧丹妙藥 或者是一本天書 能夠看得到老 對任何球隊都是適用的呢 那這一樣東西呢 我可以跟大家解釋一下吧 其實高位迫搶的這種防守方法 它是有一種目的的 那個目的其實就是想呢 是拉快比賽節奏 而是甚麼時間那裏是會做出來的呢 就是要對付一些呢 你很清楚知道 他是半場壓上來壓上去 你那裏進攻路線的球隊 例如呢 是拜仁慕尼克 例如是曼城 這些呢 是喜歡半場陣地主攻的球隊 而你認為你是沒有辦法 你是沒有辦法 是比得過他那個施破力的 即是說你的防線不夠級數 去頂住他們那個支點 停波和插入的工作 那這個情況下呢 你會很怕對手壓住你半場打的 那所以呢 你會很希望呢 就是壓上去 或者加快個比賽節奏 令到對手跟你打假對攻 去避免對手半場陣地壓住你 那所以這個時候呢 對著這些這樣的球隊呢 才適合用這個高位迫搶的方法呢 是去防止對手呢 是組織一個慢的半場陣地主攻 那所以呢 其實對著車路士就不是很適用的 因為車路士其實就是 喜歡打你身後 你強硬半場 即是你強硬是高位迫搶呢 是壓上去的話 其實也都中正了車路士的下懷啊 那所以其實對著車路士高位迫搶呢 其實是要很考功夫的 即是講到呢 去到高位迫搶的最高境界 當然呢 你可以對任何球隊都這樣做 如果你能夠做得完全公整的話呢 當然是咬你不進啦 當然呢 是買你怕啦 那但是要做得完全公整呢 是極度困難的 其中有一個大的要點呢 就是當你的高位迫搶失敗了的話呢 你的防線呢 和整隊球隊呢 是思維同步地呢 是一致性回防的 而且還是要很快點的 而防線的深度呢 是隨著你的高位迫搶的成功與否呢 是任何時間作出呢 適當的調整的 那這些來講呢 其實是要去到好防守大師呢 才做得到的 那所以呢 你講到防守大師才做得到呢 其實摩連盧當然呢 在這方面來講呢 它是的而且確在當今球壇來說呢 它是做得幾不錯的 那當然也都是要伴隨著一個呢 就是鐵碗式的統治啊 鐵碗式的統治啊 鐵碗式的統治啊 那令到那些球員呢 其實在第二方面的思維 尤其是自由奔放的思維呢 就要完全壓止了 整場賽事呢 你都不要當踢球 整場賽事呢 你都要當呢 是衝軍啊 打仗 你要記住你要做的事啊 不要想多餘的事啊 那所以久而久之 也都會令到那些球員呢 在進攻上面那種創造力是會下降 那所以你會留意到呢 為什麼摩連盧離開了之後呢 那些球隊就一蹶不振了 因為進攻不回了嘛 那都是那句啦 摩連盧始終都是會令到那些球員 成為進攻白癡 但是就會變成防守大師 那這個也是呢 摩連盧 在現在這個球騰裏面 最具爭議性的一個問題 那講完呢 這個高位迫搶呢 這個概念之後呢 我們又回到場賽事 那講到呢 就是車友士被人追和的那一球球 那這球球呢 其實這個西藍頓的球員呢 在那個角球的處理上面呢 就是排了一個直線 排了一個直線 那這個呢 這個好處就是呢 會令到車友士的球員呢 是難以逐個捉 難以一個捉一個 因為你排了一個直線呢 它是很難呢 就是在球一開的時候呢 究竟誰捉誰呢 因為它突然間散開的 突然間好像煙花般散開呢 你突然間是不知道呢 誰打誰的嘛 所以呢 就會是這種方法會令到呢 防守球員呢 有時候呢 會驚慌失措的 而今次呢 驚慌失措的就是 這個是大衛雷斯 其實近期他都幾多犯錯 那這球球其實都幾難度高的 不過的確確又是他犯錯 那這個也都看得到呢 其實 級數來說呢 去到最高水平來說 這個大衛雷斯呢 是入不到這個呢 是最高水平的級數 OK 好啦 那其實呢 就失了這球球之後呢 車路士的球員呢 其實 大體來說呢 都是變得不錯的 尤其是簡迪呢 這場賽事搶中場 是搶得挺不錯的 結果呢 是真的搶到很多第二球 去做這個反擊 亦都幫到車路士的 那尤其是這球球 他搶到球之後 落底線壓落 是很精彩的 好啦 那修賢頓其實呢 他失到去2比1那球球 即是臨完上半場那球球 其實他們的防守球員也是救人的 跟失第一球球一樣的 那當然要讚一讚呢 就是加利卡希爾 他從後殺上去頂波 其實永遠都是有威脅 而從後殺上去頂波 這個球員呢 是後衛來的 那所以其實也都很難呢 是怪這個修賢頓 處理不到的 因為其實這些後衛 突然間從後殺上來呢 是計不到的 那也都不如呢 是讚車路士的進攻 就不彈這個修賢頓的後衛了 那其實領先這個2比1進入根基斯 對車路士來說是非常之有優勢 因為車路士只要縮後些下半場 基本上也是可以輕鬆勝出 那這個理論也是完全展現了下去呢 是下半場的真實世界上面 那哥斯拉終於呢 都是打破了他的入球方 那有一個頭槌入球 也都賺了賺費比加斯的漂亮的是全中球 那這球球是贏級數的 那最後一球了 就是壓哨呢 就是這個哥斯拉88分鐘入球 那球球 那這球球呢 明顯見到呢 他和隊友是有組織 有組織有目的 不是個人主義了 那也都是反映了呢 原來雪藏呢 對於他來說是有效的 那哥安地終於都找到一些方法去處理這個是哥斯拉 那其實今年呢 江安地來講呢 他除了引入這個三中堅是成功之外呢 其實處理球員那個心理呀 控制他們的情緒呀 掌控他們那個節奏和那個狀態呢 其實這一年呢 其實是做得挺不錯的 尤其是他一開始呢 去調整這個戴衛雷斯那個位置 令到他明白 拉斯卡不可以經常犯錯或者亂來 那也都是令到這個戴衛雷斯呢 是升了這個人是級數的 那哥斯拉來講呢 其實也都呢 貴中呢 是有一個大的問題 就是鬧情緒嘛 和這個體能教練呢 就是鬧不和嘛 那現在呢 這個哥斯拉呢 情緒上面又出問題呢 那這個江安地用雪藏方法去處理 其實也都是大體呢 就是解決了問題 那你說江安地今年的表現好不好呢 當然是幾不錯的其實已經 那他其實呢 也都是一個憂心忡忡的教練呢 你留意一下呢 他贏到4比1的時候呢 贏到4比1的時候呢 他依然是憂心忡忡的 他依然呢 是很擔心球隊的問題 那這個也都呢 是反映了他一個 真是一個要求幾高的教練啊 那但是呢 去到最後其實呢 他的憂心也都是實現了 真的呢 就是出現了 他最不想發生的事就是 就是給對手又追回4比2 其實對於一個穩守球隊 尤其是打三中堅來說呢 失了兩球都算是比較多球 那這球球呢 其實就是失在兩個中堅中間啊 一個後上插入的人 就插入了進去呢 就是加利卡希爾和大衛雷斯 中間的位置呢 就是頂球 那這些兩個位中間的位置呢 其實對著熱刺的賽事 這個艾利力也都是三分四次呢 是做到同一件事 那所以其實也都反映到 其實有很多的教練 尤其是英超的教練呢 是很抗拒三中堅的打法的 因為英超是一個呢 就是不停不斷呢 會有高空波 轟炸你的聯賽啊 那三中堅來說呢 其實 你打算那個中 這個禁區裏面的人是多呢 但是你要記住哦 如果人家後上殺上去呢 去插你兩個後衛中間呢 而你的中場球員是在少一個的嘛 因為你三中堅 如果你保持前面有三個進攻球員 你中場呢就少了一個球員 你中場少了一個球員呢 那人家呢 由一個中場的位置 後上插入呢 你變成不夠中場 去追回一些後上插入的人呢 那其實你後面站多少人呢 都是有問題 因為人家呢 是會懂得在你兩個中堅裏面呢 是攝毀的 那所以很多時候呢 就是尤其是英超呢 的教練呢 由這個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 其實都不敢用三中堅的 那直至到現在呢 乾地來了用呢 成功了的也都一個反應就是 現在的英超呢 就越來越少高空波了 現在的英超呢 就越來越少高空波了 趨向全球化 那所以呢 三中堅呢 來到今天呢 在英超呢 才能夠呢 是站到頭角的 你問我啊 如果在八十年代 九十年代呢 三中堅其實這個打法呢 是很容易被人後上插穿了 那但是 估謀論怎樣都好呢 車路士其實都有這個問題 那這些也都要呢 是要想一想 中場球員呢 去跑回來幫手的那個幅度呢 是要增加了 那最後呢 其實這場賽事 車路士贏了球呢 那也都叫呢 就是領跑回七分 那但是你要留意回 車路士其實失球算多 那去到下一季來講 如果依然是這個問題 而前面那個是精戰頻頻 少一些球員呢 是要比賽 因為多了一些比賽 少一些球員是上陣 因為受傷啊 這些情況呢 對車路士下一季來講 都是問題 都是那一句 其實都是要繼續呢 買不同種類的人 因為我們知道車路士 對著萬聯的賽事呢 其實變陣是有困難的